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十二星座中爱得越久越值得被深爱的星座 1.白羊座 白羊座天生乐观 性格热情爽朗 对待感情固执认真 白羊们经常凭借一颗真心打动对方 真诚是白羊座恋爱的重要法宝 一旦爱上白羊就会死心塌地 就算是胃癌受到伤害也会为对方开脱 不会轻易放手 白羊们在恋爱时很容易就会对恋人产生依赖感 相处越久就越习惯对方的存在 白羊们也贪恋着这种依赖感 不会轻易地割舍掉一段感情 白羊就是这样单纯 即使付出与回报并不对等 也不会计较太多 真诚的白羊值得任何人的深爱 2.水瓶座 水瓶座在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总是傻傻的 瓶子们在遇到真爱的时候 会变得非常痴情 为爱付出水瓶子们的日常状态 对于自己真心喜欢的人 水瓶们总是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对方享用 很多人觉得水瓶座的真心来得太过容易了 那是因为水瓶座的日常生活中虽然是以理性为主 但遇到感情问题时却经常把理性抛在脑后 水瓶座越爱一个人 就约是会掏心掏匪 在水瓶座看来 自己的爱只会给自己认定的那个人 3.天蝎座 天蝎座看似高冷 对爱人表现出极强的控制语 这也是蝎子们深爱对方的表现 天蝎们强烈的自尊心也许让他们说不出那些甜言蜜语 但是在行动上还是会表现出来 就像那句老话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 若是爱一个人 天蝎对于这个人的感情就越是难以割舍 天蝎座对待感情非常执着 也许天蝎们只会动情这么一次 蝎子们总是会牢牢抓住这段感情 不会轻易放手 4.射手座 提到射手 大家总是会把花心 炮王这样的形容词挂在射手身上 虽然射手座在感情方面的口碑一直都不是很好 但这却并不代表射手座不值得被爱 只是很难遇到一个真正对的人而已 射手座的内心也是渴望安定的 虽然对待射手座放养是一个很好的恋爱方式 但是牵住风筝的那根线才是最重要的呀 毕竟射手就像是哈士奇 经常撒手就没 但是除了撒手没这点以外 射手座在爱情中其他的表现总是能够让人非常满意的 当射手座遇到一个自己真爱的人 也会变得非常乖巧 值得被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ots力 请大家的观看